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龙先生诞成八十周年 勾起了一大波回忆伤 大家评价这部剧为能定古龙情 触及古龙魂 绝对是一部情怀满满的作品 不愧是2018年开年武侠大剧 小编夜发现飘香剑雨这部剧真的越来越好看 不管是霸气外露的古龙武侠世界 还是不错迷离的情感线都令人沉迷其中 欲罢不能 这部剧乍一看没什么大明星 但是剧中娇人带白满满的新生带小花 小鲜肉各种壮脸大明星 各种类型的江湖美颜祖传来袭 小编赶打包票 总有一款适合你哟 剧中饰演疾风的郑严凯 可是被语为是陈伟萍 终于编的结合体 简直帅到起飞 他隐积的匹帅大侠一封 也是风流替堂 特立独行 行走江湖 从不按常理出牌 摩性嘴炮疯狂身反 小哥哥真是戏里戏外 都被迷妹迷地 强势包吻 呆蒙中却少年中景 出身武林名门之前是可爱 对一封大哥 孙宁世界更是百依百孙 这么软蒙好连的小奶狗 你能拒绝的 了吗 不少网友怀疑中景后面会黑化 但大家的心犯恋表示 养成小狼狗也不错啊 天真交机就游大军 不仅是一枚卵男 还是一个被武学耽误的文艺咖 身怀各种猜疑绝活 剧中美女更是美出心境界 令小编眼前一亮 大兄姐无忧饰演的洪荒玉姐 孙女极仙气与霸气一体 数值爱的长鞭 对至闲山中同门失地 师妹尽心爱的调教 那野蛮尸简的feel简直让人招架不住 唐门天才少女唐纯精通古代黑科技 纯古灵精怪惹人爱 是个连小编都想拐走的忙碌 刘梅林被网友们称为小柳言 她饰演的大美女肖男平倾国倾城 回眸一笑瞬间俘获小编的心 真不愧是那个人见人爱的侠盗小十一郎的后人 各路江湖辽科大胆男友力 花样侠女们勇敢追爱 正与歇的修罗战场和恋爱修罗场同时上演 近写江湖儿女的豪情浪漫 真是的 嘴上说什么江湖海外统一 不想考虑儿女情 长 身体却意外定诚实吗 让小编怎么舍得不堪 剧中 最令小编坚长挂肚的 是一封与孙林和薛若碧之间 扑朔迷离的情感走向 嫖香剑女第一篇大结局剧集出现 拈天反转 原来 让小编和了牙根痒痒的 霸占一封妻子的林北修 其实是一个背锅侠 这一切都是心机女薛若碧的阴谋 收回我的大刀 心疼被修胸第三十秒 我们的一封大侠 身陷系金薛若碧导演的悲剧中 强行倍率 痴情旧气却落得自断一臂的下场 虐透身心 真的是一封大侠了 小编忍不住捂住胸口 就放过我家一大侠 身完至闲山庄一姐的孙宁 一心小坚是来历不明的一封 却一边嫌弃 一边不可自拔的喜欢上了表面风流 那心痴情的一封 开始默默守护着她的深情 偷偷的发射着爱的小心心 一封 孙宁这两人暗生情愫 但嘴上却倔强不肯承认 各种嘴炮裤对 打情骂笑 也是看得小编不要不 又等 这一副谁说我喜欢她 我和谁急 的架势 真是茫茫嘎 然而 唧唧的小编早已看透 这两个人完全就是口贤体正直 大家也纷纷表示 不互相放好人卡的都是真爱 鉴定完毕 可万万没想到 正当一封痛定思痛 决心和心机 国薛若碧劳死不相往来的时候 薛若碧突然来到巨前山庄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个白莲花还各种旁敲侧击 对孙宁宣示主权 小编真的好气 幸好 那次一封打到他坐腰 都会狠狠训斥他一番 替观众老爷们解气 可是 道高一尺 母高一丈 薛若碧每每都摆出一副 有种你咬我的态度 OMG 谁来整治一下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死心不改的薛若碧 发现了肖南平 忠敬和尤大军的三角恋 还以感同身受的知心大姐姐的姿态 趁机拉拢肖南平 将矛头按着孙宁 不得不说 将还是学教主的啦 大平姐 你可长点心吧 小南平正准拔 出戈禄高的忠敬 就是他的真命天子 奈何忠敬却一直心系孙敏 而魔教暖男尤大军 却一直痴心等待着 令他一眼目中生的肖南平 肖南平和尤大军高甜撒糖 浪漫戏马贯穿全篇 看着小编脸红心翘 心里痒痒的 望里恶望 啥也不说了 这碗冰糖雪梨味的狗粮 我干了 你们随意 尤大军这又是吹笛子又是弹琴 又是摆蜡烛又是消灵的 小编不仅仰仙长叹 古代人诚慧啊 没点猜疑特技傍身 都不敢出来了美了 最恐怕的是 孙敏打算成全衣风和薛若比 放弃所爱接受被爱的时候 却发现钟晶也选择了试着接受南平 恰巧 他又撞破南平游大军私私见面 EMM明杰内心什么感受 超级户短的明杰这回真的怒了 就是这样 孙敏 南平 两大美女撕逼大战空前爆发 围观群众却看得不利乐乎 大家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纷纷表示 看个武侠剧 却被激蒙的三角链击 中少女心 已经陷入老阿姨是狂欢 一峰和孙敏还能在一起吗 薛若比回到伊丰身边 是其九迫近重圆 还是另有小九九 当下江湖和朝堂暗流涌动 去闲山庄 马齐勒各路大侠和神兵利器 与天真教和青龙会的大团战还会远吗 《飘香剑雨》 儿女情长篇剧情全面升级 故事一环扣一环 选一叠起 小编强烈怀疑编剧搭档了会不会把脑洞开到银河系以外 目前 爱奇艺官方微博全民猜 飘香剑雨大BOSS的有奖竞参装活动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众里号召个路卡克侠士施展火眼金睛 一起揪住真正的幕后黑手 大家也是脑洞打开 众书分云 大BOSS到底是谁 后面还有怎样的选反转 小编期待的搓搓小手 没看到《飘香剑雨》 儿女情长篇的小伙伴们而不要急 今晚8点爱奇艺就转变更新了 《飘香剑雨》第三篇会一恩筹片 也将于3月16日上线爱奇艺 大家 一起敲碗坐等 微观这场武林巅峰之战吧 《飘香剑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